政府决定重启国民服务计划 但这是否会涉及在籍学生呢 国防部长拿多斯里卡利诺丁就表示说 现阶段还没有定案 不过政府考虑到家长的忧虑 因此可能不会涉及在籍学生 只会选择毕业生 至于这项计划会否在今年内落实 卡利诺丁否定这个可能 表明国防部目前还在和高教部协商 关于这项计划的培训模式 网民服务计划3.0可能涉及在籍学生 侵犯家长担忧 影响孩子升学 甚至是安全问题 对此 国防部长拿多斯里卡利诺丁 今天在国会议长记者会上 受到媒体询问时就指出 政府关注家长的忧虑 因此正探讨 这项计划可能不涉及在籍学生 他可能不涉及在籍学生 可能是接下来 一般是我们的事 我们正在听话 我们要注意到 我们的状态 因此我们是否要 做到的项目 因此我们必须继续 我们还不继续 卡利诺丁表示 官方部目前还在和各家部协商这项计划的培训模式 但会否在今年开始落实 部长表明今年办不到 巴雷诺丁也表示计划维持80%军事训练 20%爱国主义训练 此前政府宣布重启国民服务计划涉及两个阶段 而第一阶段会涉及中四学生 进一步加强现有的制服团体计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